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今天的session 應該結了我說華語 我是Alan 台南人 應該口音好像聽得出來 我是78年 所以應該是因為這個 baby fan 所以baby faith 看起來很像7媽 我是推了在大中華區的第一個人工 我們的團隊成長很快 總共在新加坡 主要協助國內的夥伴出海 在一年多的時間內 團隊協助中國的客戶 業績成長超過4000% 所以希望今天 其實我們已經在中國活動了將近兩年了 還是希望我們介紹更多的 歡迎推特的內容給大家知道 那其實 很多人可能 用推特是比較久以前 080 910年 可能推特還是一個文字的平台 是一個短信的平台 那我給大家看一段 大家一分鐘多一眼視頻 讓大家理解說其實推特 在上面有非常多的遊戲用戶 非常多的遊戲公司 在推特上面的用戶說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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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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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上面每天說早安的推文 可以看到 當太陽升起來 大家會在推特上面說全世界說早安 這說明了什麼呢 全世界每天在推特上面的推文呢 超過了五一條 這代表我們有五一條的信息 可以對客戶更大的信息 大數據的分析 我們都知道推特上面 可以有140個資源 但其實寫程序的 每萬人都看得出來 其實一條推文裡面能夠超過 65條的信息在裡面 所以有充分的信息讓我們分析 這個用戶他的存在地點 他的性別 他的興趣 那他說我想喝咖啡 是他喜歡喝咖啡 在幾點說的 都透露了非常多的用戶信息 可以讓我們對他們做精準的定位 跟他們說 讓我們想聽的話 那剛剛其實已經說過 在追特上面 非常多討論遊戲的推文 那每個月呢 討論全球最火的20款 超過4400萬的推文 這麼多人在討論你的手遊 如果你沒有在追特上面的話 你用戶就沒有辦法討論你的遊戲了 所以說 在追特上面的很好存在感 是比較重要的一個事情 這個當然是理所當然的 只要你在推特上面 討論越多 代表你的自然下載會更多 所以這也是再次強調 為什麼我們做遊戲出海 要開各種順床旅單上號 絕對不能遺漏了推特 推特的特色 大家應該知道 是一個短線型的平台 所以說80%的用戶 是在手機上面做使用的 這跟一些其他的平台來比 你60% 50% 還在這個台式機上面做使用 推特呢 80%的用戶 是在手機上面使用的 這代表是平台 你的轉化更容易 你要追求手遊出海的話 推特是一個更轉化率更高的一個平台 那推特其實我們 除了自流量之外 我們在2013年併購了 全球第二大的獨立廣告平台 一個黑波網 叫Lopop 所以透過了推特跟Lopop的流量 能夠觸及全世界 超過10億台的製成裝置 可以出現非常寒亮的一個集團 那剛剛其實也提到了 能夠用推特呢 通常是一個高大上流 比較有錢 比較喜歡輕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付費 也會特別好 可以看得出來 77%的用戶 會玩手機遊戲 然後更重要的呢 超過2%的用戶 在推特上面 表示出他們曾經付費下載 或付費下載的遊戲 我們做手機遊戲 應該知道 要買付費遊戲 是一個多麼高的門檻 但是推特的用戶呢 2%能夠付費下載手機的遊戲 要做免費下載IAP的遊戲呢 更重要 做手遊 做運營 做投放 做市場 都會知道我們 付費平價的是多少 可以看得出來 推特上面用戶呢 土豪特別多 超過一半的人 表示他們曾經付費 在遊戲裡做內扣 用戶質量特別好 好 當然 在社交平財 除了你可以買兩款新用戶之外呢 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 做用戶的 remarketing 或再營銷 其實這是國內比較少做的事情 其實在海外很多的 互聯網公司 他們會把他們的市場 營銷預算呢 大概20% 30% 在remarketing retorting上面 為什麼呢 當你用戶它是一個土豪 那上個月花了500塊點金 這個月不花錢了 其實你去尋找一個新用戶回來 來新的用戶 不如說把這個老用戶 把這個土豪都找回來 其實對於遊戲的名稱 是更有幫助的 在社交平台上面 其實可以做 我們現在可以設有工作 當然推特有非常多的 定位可能能做 然後推的是一個 非常原生的總告 我們要是在信息留言 所以看起來 是一個非常像軟廣的 點金特別高 呼動力特別高 那 做出海要追數 除了看CPC CPI之外 你還要看任務的 ROI 看他們的LTP 好不好 所以其實有個非常完整的 追蹤後台可以讓客戶看到所有的數據 這邊有非常多的定位功能 在這邊不細說 不過可以說 我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電視定位功能 如果我們有看這個海外的追美劇 然後追這個球賽 可以看到 不管是足球 或是NBA 你的這個主向角 我們都會寫一個這個 hashtag 如人對火箭 還是出入的 慢聯對慢城 這都是一個很推特上面的hashtag 表示 我們研究道場發現 超過六成的用戶 會一邊刷推特 一邊看電視 我們有特別定位 我們叫電視定位 那 你的用戶在看這個 慢聯對慢城 如果你的足球手 可以用手油 可以用非常好的轉化 如果你做的是一個殭屍遊戲 我們可以看這個walking dance 的時候 同時一邊刷 討論這個今天誰死了 誰被殭屍咬了 同時呢 你可以下載這個殭屍遊戲 所以這個定位非常特別 然後 你的角落力也非常好 那這些定位功能的最特別的是 不僅僅在推力上面的自流量可以做定位 甚至還可以針對我們的 網絡平台 Mopop的能量做定位 這是一般傳統上的 這個廣告的渠道 我們比較能做到的 表示我們能夠有 精準的定位 在推力上的自流量 還能夠把那個精準的定位 投放到我們十一台的 Mopop Mopop SDK的 設定裝置上 剛剛說的 推特的廣告是非常乾淨的 所以相對來說 點擊率特別高 那對用戶的人 留下印象的特別深刻 剛才提到 Mopop會觸及 超過十一台的 新木桶圖 所以說真的 是一個非常大的體量 在全球都有非常好的負責率 那當然 投廣告的追蹤 那幾乎所有出海的小夥伴熟悉的 這些追蹤的CK 推特支援支援 不需要另外打追蹤的CK 希望你原本就打這些 像XY的人之類的 追蹤夥伴的話 其實就可以傳到 推特廣告所有的質量 我們也非常建議 小夥伴一定要在CK 對此可以證明 推特的質量是多好 後台的實質 大概想像這個樣子 表示呢 所有的數字都看不到 不管你要追蹤 任何的 渠道質量 用戶的付費 用戶的留存 有多少人完成系統教學 有多少人升到第五級 都可以在後台 有多少人 好的 這個大家做手遊的運營 應該很理解 如果你的用戶 七天沒有登錄你的遊戲的話 非常大的機率 他再也不會回來了 如果你能跟他說話的話 所以我剛剛之前也提到說 其實在營銷 你會知道 Redoxing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去花五塊錢 把一個用戶 買一個新用戶進來 不如你花這個 便宜的CPC 把這個老的用戶 這個忠實的用戶 找回來玩你的遊戲 玩這個新的關卡 新的update 然後回來玩 可能更符合 提升你們 營銷的需求 那其實我們的功能 叫Tale Audience 簡單的說 如果你們手上 有這些 這些土豪人物 這些大阿 他們的E-mail 他們的TwitterID 他們的DeviceID的話 能夠上傳到Twitter上面 我們能夠幫你找出來 這些人的Twitter帳戶在哪裡 可以直接對他們說話 感謝你是我們 這個上個留言的VIP用戶 你這個月收紙的話 幫你打壓著 是不是 那或者說 你完成了這個關卡 那我們有新的地圖出來 能夠回來玩 能夠量身定做的 跟這些老玩家 忠實用戶說話 其實對應 可以收一個更立即的效果 那剛剛說了 在銀箱 坐在Twitter上面 還能夠在這個 紅毛泡屠台做 做推廣 所以說 左邊是一對新用戶說話的 右邊的話 就是對老用戶說話的 你自己提提 沒有刷過這個副本 你現在變簡單 然後現在有新的地圖了 就可以 說話 那整個累積 在Twitter集團 每天展示 超過了四百年 非常大的一個用戶 體量 我們最後 簡單的說 我們覺得海外出牌 推手有四大成功要素 第一個就是 當然 你一定要打 追蹤的SDK 一定要追蹤 不然你不知道數據 我很多這個 裏面新創公司 然後我幫人家出牌 他不打SDK 我說那你怎麼知道 投放效果 然後說 這個海外網上升 這就不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最有ROI的 有效果的方法 國內做的也比較少 Deep link 這個事情其實也非常重要 那 這代表什麼 在做在銀銷的時候 你不需要打開利用 再從這個 首頁進去選 這各種關卡 你可以直接跳轉到應用商店 遊戲內商店 直接跳到充值頁面 我們這樣不需要走過 跟自然的步驟 你說今天八折 點擊我八折 直接跳轉到充值頁面 轉換力會大幅提醒 剛剛說 這個用戶的資料留下來 也非常重要 要用這些大規模的CRM 來做這個代理一下 API也是一樣 不能只看CPC 不能只看CTI 要看後面的ROI 跟LTV 我們特別希望 客戶看到這些事情 只看到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才知道 推特的用戶 實際上是很好的 這是KAMAM的 內外分析 如果你的用戶 下台也希望增加5倍的話 歡迎嘗試我們 推特進化的各種方式 最後雖然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跟大家分享 最新的推特產品 這在我們上個禮拜 在巴塞隆納 發表的 非常令人興奮的 推特 這個 這個Sky's Real 我們跟這個KD Cross合作 在廣告上面 直接做操作 可以直接玩一些核心開發 非常有興趣 你可以大幅提升廣告的點擊力 直接在廣告上面 issue的方式 可以直接做操作 非常有興趣 然後有個對話式的視頻 你可以在平台上面 直接跟用戶用視頻說話 用戶看了視頻之後 可以點擊 直接發送你的hashtag 直接發送你的話題 能夠大手提升這個 病毒視頻效應的能力 18的時候 重點就不能推穩了 就不是那麼高 只能用戶世界在互相傳遞 效果特別好 好 對 推特上面很多民間人 Lady Gaga就是民間人 都在民間 正在推特上面 所以 可以用這些民間人的代理 看作你的手機 發的推文 來做廣告 可以大手提升 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 有這個說話題 剛剛應該被音樂轟炸了 那表示在各個平台 各個廣告可以看到 Kandy Crush的這個視頻 讓大家這個印象特別深刻 那最後還有 讓人驚訝 驚喜的一個產品 叫First View 代表什麼呢 這是一個產品 讓所有的用戶 在當天點開推特 都能夠看到這個 視頻 打開之後呢 就是你的產品 然後又要聽那首歌 它能夠保證你的 大家比較有看到你的遊戲 所以是非常常留意的產品 那這個也不細說了 就是我們有一個 視頻的卡片 如果你推了這個 素材的視頻 訪告才比較好的話 可以用 看完視頻先靠轉到音樂上面 就是這個 轉換一下 各位好 你們時間的關係 謝謝大家 那最後再讓我打個 這個 報告時間 今天晚上六點半 今天晚上六點半 在這個大院第九 有這個 推特的派對 歡迎大家參加 參加之後可以再到 GFCC的派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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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